这一题它给我们的曲线 大家看一下它是x等于0 那这个x等于0呢就是y轴 那另外呢这个x等于a它是a大于0 那这是一条这个垂直线 通过a点的一个垂直线 所以这一条就是x等于a 那另外呢这个y平方等于x 这是一个开口向右 顶点在圆点的一个抛物线 这个开口向右 顶点在圆点的一个抛物线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它围的面积就是这一块了 它围的面积就是这一块 它围的面积就是这一块 那么你在做这个面积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块面积把它叫做a 把它叫a 那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呢就是呢 你可以把头向右边转90度 向右转90度 那我们就把它视为是一个y函数 那你可以把这个呢 是指的对y下去积分 对y下去积分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a这个面积 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呢 这个上方这一条曲线 上方这一条这个曲线呢 就是a 减掉呢 下方这一条曲线 它就是一个y的函数 它就是一个y的函数 然后呢我们把它对y下去做几分 对y做几分 那你看这个y呢 它这个最上面到最下面 这是上下线 这是下线 这是上线 看它最上面到哪里 最下面到哪里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把这个上下线呢 叫做c跟d 叫做c跟d 好那这样子呢 积分出来呢 就是它们中间所为的 这个a这块面积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上方这一条线呢 就是a 它上方这一条线就是a 那它下方这一条线呢 就是y平方 因为y平方等于x 这个x就是y平方 那我们就把它对y积分 那你对y积分的时候 这个上下线 你必须要把它求出来 那求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它呢 把这个 x等于y平方 跟x等于a 好 x等于y平方 就是这个开口向右的抛物线 那x等于a呢 就是这一条直线 那你把它两个呢 连立起来 x等于s 所以y平方就等于a 所以我们就得出来呢 这个y的上下线呢 就是正负更号a 就正负更号a 所以它的下线 就是负更号a 那上线呢 就是更号a 上线就更号a 好 那这样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积分了 你把a对y积分就是ay 那把这个y平方积分呢 就是三分之y的三次方 三分之y的三次方 那这个上下线呢 是这个负更号a到更号a 负更号a到更号a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下去呢 把这个 呃 根号a呢 带进去 所以带下去呢 第一项 就是a 根号a 减掉呢 三分之 根号a的三次方 也是a 根号a 好 同学这个 根号a 的三次方 它就是根号a的平方 乘以a 那它乘以根号a 那根号a的平方就是a 然后再乘根号a 所以这个是上线代入 减掉呢 下线代下去 就是负a 负a 根号a 然后这个负a 根号a的三次方呢 又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正的 三分之a 根号a 好 那么 这个 一个 一个 a 根号a 减掉三分之一个 a 根号a 好 所以这个前面这个 减起来就是 三分之二个a 根号a 那后面这里呢 你把负号提出来 好 负号提出来就变成正的 那 这边就变成 a 根号a 减三分之二 a 根号a 那这个呢 其实它的答案跟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最后这一题的答案呢 就得到呢 它是三分之四 a 根号a 好 a 根号a 那 你要把这个式子 写成三分之四 这个a的一次方 乘以a的二分之一次方 写成a的二分之三次方 这样也可以 这两个表达方式呢 都可以的 好 那这是第一种做法 这是第一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呢 我们就用之前 对x积分的这一种处理方式 那如果是对x积分 那同学可以看到呢 这个a这块面积 它很明显的呢 已经是从0 它最左边到0 最右边呢 到a 最右边到a 那如果你是对x做积分的话 那么它上方的这一条曲线 你必须要把它表达成x的函数 那因为呢 它y平方 y平方是等于x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 这个y它就等于呢 这个根号x 正负根号x 正负根号x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 它这个上方这一条曲线 它就是y等于正的根号x 那下方这一条曲线 我们换一个颜色 下方这个曲线呢 它就是呢 这个y等于负的根号x 负的根号x 就是负的根号x 好 所以 这个 做了之后啊 负负就得正了 负负就得正 所以它变成两倍的根号x 好下去做积分 好下去做积分 那这个积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两倍的 这个x的二分之一次方 积分就变成二分之三次方 底下除以二分之三 那上二线呢 是零到a 那这边呢 你分子分母同乘二 我们会得到它的系数呢 变成三分之四 x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零到a 那所以呢 上线代入减下线 它就变成三分之四 a的二分之三次方 好 所以也可以用这个x的方向 好下去做积分 好下去做积分 那这个偶函数积函数 同学如果了解的话呢 可以简化这边这个过程 好像刚才这边呢 积函数 你可以使用积函数的方式 下去简化过程 呢 好 好 好